今天呢他應該是幾條他訪這個李秉穎 然後結果就講到柯文哲就很生氣 痛批15分鐘啊 這個我看李秉穎在旁邊很尷尬 誰痛批15分鐘 周一寇痛批柯文哲15分鐘 不是柯文哲罵他 他順便把指揮中心也修理了一頓 就是說你們就是重放柯文哲 這個高端的預約你們都在重放他 然後但是很多人就說你周一寇你做媒體 你怎麼會去指揮中心呢 你這是外行你哪有內行嗎 那我其實想問老師就是說 這個媒體的奮技在哪裡 這個怎麼好像常常聽到周一寇 變得太上網了 這樣在甘政耶 其實周一寇他三良調子 一魚三吃 一邊幫高端廣告嘛 一邊修理柯文哲嘛 一邊發掘我們的陳時中啊 大概就是這樣一一三吃 我們講一下媒體好了 就是說媒體我們大概最討厭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種所謂的政黨的喉舌嘛 對 那個就是宣傳用的也沒什麼好講嘛 對不對 像人民日報啊解放報啊 這種這種像以前的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啊 其實坦白在以前中央日報不會那麼囂張 這是一個嘛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就是 那種好像是代表 我們也知道地視權嘛 地視權這個部分就是它是相當獨立的等等 那通常這個比較難啦 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之下 通常這種的通常就是說 我們看到頂多像以前在美國念書 那當然會有商業化的 然後當然會有那種類似於那種大傳系他們出的 對 或者是那些老師跟一些知識分子出的那種 大概也許一個禮拜出個兩天或一天 那有時候會是變成一個週刊等等 那那個算是良心啦 它不是正 因為你知道它不是以賺錢嘛 它是一些教授然後大家募來的錢嘛 那介於中間的就是那種財團啦 它就是賺錢啦 但是呢 你知道賺錢還是要一個奮計 當然我們知道媒體不得罪當道啊 是沒錯 但是呢 事實真相這個東西 還是有啦 是 你看到像尼克森 痛恨那個巴巴拉沃特斯 你知道嗎 有一個巴巴拉那個聲音 老母親那個巴巴拉沃特斯有沒有 他在門關起來是用三字經罵的 SFV 但是你知道面對面的時候也是要客氣嘛 對不對啊 OK 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說 現在媒體呢 呃 是這樣子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講說 媒體呢 如果你是當側翼的 因為你要賺錢嘛 你不得罪嘛 那現在的媒體 基本上它是當著一個kin maker啊 造王者啊 好 OK 甚至他變成一個民進黨的派系啊 那中常委是他們的人啊 對不對 這我覺得是蠻誇張的 你知道這已經到了那個奮計 一定到 那趙玉克基本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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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起來實在也是 其實有點為難他啦 對對對 要交心表態 所以民進黨就是 那有人不創三回就拿很多了 哈哈哈哈 他是做人要死的 我不騙你的啦 今天剛剛立了宣傳預算啊 編四十五億 我不騙你那個 那有太多各個部位 前瞻等等那些東西 我不騙你包括前瞻 你知道他們現在就是 有一些人都要回去選嘛 對 那回去選的時候 當然都有那些都有 那個那些縣市都有大學嘛 那他們就會問啊 有夠錢他用嗎 哦 要來搶嗎 嗯 做人家啊就是這樣子啊 那跟國民黨的時候 國民黨有那麼囂張嗎 我都還不 哈哈哈哈 像那個像花蓮太魯閣案啊 他那個會出示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挪用經費嘛 他那個每一個建案 他都削減了一些經費 出來做宣傳洋網軍 對啊對啊 因為就是說 你這些現在他們有一種做法 其實是不是只是這樣 你現在講的是案的對不對 現在有一些他們接政府的計畫 他們有一種叫做留步人員 對 派部人員 派到部會裡面 是 然後他當然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有 一般一般來講就是宅家 對 正職 然後這一個就是那個 不是 兼職的 兼職的 兼職的一個名字 約聘人員 對 那當然還有一些就是 我們的替代社會意義 對 那現在最多的就是這種 派部人員 派部人員 就是說 我的這個計畫裡面 你要一個人給我用 那這個人呢 可能是一個碩士 甚至博士 都還是正在念沒關係 那你除了做計畫以外 就是說 我們如果這件事情 外面有人批評的時候 他要做快速打擊部隊 他因為公務人員未必可以寫 那上網也不一定 就有點就是那種 類似於側翼的網 然後他就在那邊 處理 他也從來不會在計畫單位 他就是在那邊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碰到 這些人就有點頭痛 比如說他負責聯絡等等 但是他有時候外出跟什麼的 你知道我們一般公務員會交 有一個所謂的 有一個人會幫你對不對 不在或請假的時候 他在外面沒有他的手機 因為他是派部人員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些變相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最最最最最狹義的 就是網軍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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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還有一些更扯的 是 老師幫他講一下 我們我們上台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通常有一些機要的缺 對對對 但是他們會要求 你交出幾個缺 他們不用上班的 比如說他派在中部 派在哪邊的 基本上他就是交給誰在用的 或是 做不直接 對啊 他會交 而且他會跟你講說 我這個缺要多少錢的 那你 你人事主任 要或不要 他會跟你說 我待會要跟人事 你知道我們全國一個叫做 施政大 那個叫施什麼 我很懂的 他們很悲 人事長 不是人事長 有一個就是 什麼人事 我待會要跟他吃飯 你說不定 對 出事你要搭 那你沒有交回事 就怎麼辦 但有些人在講說 民進黨什麼時候下台 或者我什麼時候退休 對 滿悲哀的啊 你看前陣子 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不是在講說 約聘人員 也可以 暫缺幹什麼 你知道約聘不可以 你還是 經個漂白 要去考試嘛 對不對 你知道其實有一些 比較有良心 你進來嘛 月務你弄一弄 好不好你就正式去參加考試嘛 有點像是國營事業那樣子 對對對 那有一些是不要 他現在不是那時候 民進黨就講說 我們幾年站個缺 就可以怎麼樣漂白 這是亂搞啊 哇賽 他現在還不是在弄個約聘法 就老師剛才講的 對啊對啊 他就是要改那些東西嘛 然後呢 買約聘可以當政治用 然後就把那些小 你知道他可能就是 國家考試裡面那個缺 弄不出來嘛 對 網軍啊 你要他做什麼東西 就只好用這個 就這樣進來 但話說 因為年輕人認為 小英對他們很好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這樣子啊 不是所有人都是賴平瑜 不是所有人都無什麼 無異農啊 欸講到賴平瑜 他老爸的這個雲爆 雲爆光電要上新櫃 哈哈哈哈哈哈 做這個菜樣很煩 做到上新櫃啊 太恐怖了 哈哈哈哈 哎呦真的啊 這是其實 其實他現在是用這種系統性設計 他透過法律 透過很多系統的方式 他跟國民黨以前做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現在講的那個都是很後端的啦 嗯哼哼 就說我要做什麼事情 通常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說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嘛 對 好OK 然後再來做嘛 我們今天 比如說今天要吃什麼不一樣的料理嘛 然後接下來可能就不一樣的 拿什麼來做嘛 對對對 那個都 哎因為這些法律的 他們那些人都是 都是站在很後端的啦 是 達成目標就好 但是真正要做什麼 不是很重要的啦 要改造要什麼的 什麼效率的那些都不重要 你看這個新竹那個就是 地方制度法就是這樣子嘛 對 對 那是沒有 那個坦白講那有點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就是這樣子 或者是頭痛一 頭痛一腳 腳痛一頭 那更糟糕啊 可是對他們來講 重點都不是 這表面上你看起來很荒誕的事情 但是背後 他的政治的目的才是實際 就是要 管理更多 就權利跟錢 這兩行嘛 其實他們的邏輯是很簡單的 你也不能說他們錯啦 好嗎 我們一般 一般政治學 或者是來講就是說 我們成立政黨 就是為了要取得政權嘛 對 為什麼要有政黨 為什麼不是分派 因為我們有一些理念嘛 那理念會化成政見嘛 那只要執政了以後 我們才可以透過政策 來實踐我們的理念嘛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嘛 但是對他們來講說 那些都是參考用的啦 那之後 就是說要怎麼想 因為有政權以後 我才能確保有資源 有資源才能選舉綁樁 綁樁 綁樁以後能萬年執政嘛 就是這樣子 對他們來講是萬年執政最重要 那講得好像也有道理喔 沒有借錢就不用收台嘛 好像也有道理